其实我觉得特别难得的就是说 赵大哥你有这个想法 最重要的是大嫂她支持 这叫贤内住 贤内住 大嫂您跟我们说说这个 收养的第一个老人的情况 收养第一个老人 求男的 他是在 就等于是在马路上流浪了 没有家了 戎妈没有家 他这孩子是抱养的 孩子哪干大了呢 就有点不学好了 他哄了他老娘啊 就说那呢 在那边财钱 在哪搬走 稀了糊涂他就把房给卖了 就把那钱都找到了 后来别人就告诉我们了 告诉我们了 我说老赵你去吧 那么他就去了 每次去 老人都是待糊涂口 他拿着一个背 一个吃背 吃到人家市场 那个烂土豆啊 谁冷筷脖脖啊 太可怜了 我说自己老娘就喜欢想 老娘把海洋那么大 这孩子是累累许许大了 成了人了 就反反复复地住监狱 以后养了一年多的时候 孩子出来一回 出来回到我们家 给他们把给我们俩 当当的爬地就磕头 咱就劝他 说你呀 待地步好好改造 老娘哪些叫我嘛 一小伙子正是 有可脱那个劲儿 出来好好把老娘解锁过日 最后他兵位了 这秋南兵位了 是不是 看看那意思 还是惦记他儿子 他就说了一个谎话 秋南昨天啊 小范儿来看你来了 小范儿就要醒饭 看你来了 一看你睡觉了 被喊你 老太太就掉眼泪了 心说你看 还准看我来了 可能老太太就弄响了 转天就鼓去了 那么我们也就送到备餐 跟多少时间 六年多 六年多 那你真是不短了 这六年多你看 我们聚会会 他们聚会会 饭是重阳街 饭是十五老儿郭 所有人都把他们叫出去 从赵永华夫妇 收养的第一个老人开始 就陆陆续续地 收养了十几位老人 到现在为止 在赵永华夫妇的照料下 安详离世的老人 已有七位 你看这老人们 九百年开始借我来养他 就鼓去了 这个燕爷爷去世了 燕爷爷 这都一个人 没有请组 那后来这几位老人 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找到你们的 有的是 别人给我们介绍的 有的是 马路流浪 我们捡的 人家捡钱 他捡老头老婆 我把这老人弄得下来 他就是我的父母 我刚才 就是咱的父母 你刚才聊这话题 他是文成大哥 旁边说风量话了 人家别人捡钱 你这捡老人 你捡钱换了就没了 我捡了老人呆下来以后 我们俩不图嘛 也图点东西 没说不图的 我们俩也图 起码给我们做伴 这是一个 你再一个 我们现在 我们儿子要有姑娘 不敢不孝子 这是最大的图 这比文成说 那个钱呢 我看是钱多了 是吧 对了 这个 你在旁边算是个见证者 你看着这个 赵大哥和大嫂 做的这所有的一切 就也有听到过一些 比如说先孙宇王 说图啥呢 做这么多 姚呢 说先话里太多了 姚就说 他是老子 他就图动 也不图动 他吃饱碰的 他养见养那 干脆我就不解释了 那么自己消耗 对别人产生质疑 这个可能也是属于 本性本能之中的一部分 但是这个过程 其实是很磨练人的 在人的许多 这个负面的情绪当中 这个冤屈 是一个能量很强的 一个事情 被别人质疑 还能够很坦荡地 持续去做自己的事情 这样才能证明 自己内心的一个强大 而只有强大的人 才能够通过 自己做的事情 坚信他是对的 从而得到更多的快乐